请苹果日报社的副总编辑郭淑敏女士提问 请问马英九先生 在您稳健检核的计划规划当中呢 您曾经提及过要维持合理的一个电价 但是有人认为台湾的电价过低 民众没有省电的一个诱因 若您当选未来在四年内 您会大幅提高电价吗 请就会与不会回答 这个问题同样请问蔡英文女士跟宋楚瑜先生 谢谢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关于合理的电价问题 主要是看我们电的供应跟需求 我们核能政策是稳健检核 然后第一个是确保核安 第二个是稳健检核 然后呢打造绿能低碳环境 最后呢是逐步迈向非核家园 而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是不限电 第二是电价要合理化 第三呢就是要符合我们对国际减碳的承诺 所以电价的问题主要是要看到时候我们电力供应 是不是到了需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大幅涨价的机会是不大 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路程很稳健 所以即使有应该也是很温和的 这样才使得民生不会受影响 但是如果照蔡主席的这个核能政策 那就很难说了 因为她总以为我们现在的备用电力还有百分之二十几 现在没有这么多了 现在经济开始成长以后呢 备用的电力 变载的电力是越来越少 如果很快的就费核的话 到时候我们电力不够的时候就可能要大幅成长了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弄清楚的 那我刚才也讲过 我们要大力的来推动绿能 也就是包括风力跟太阳能 我们会有一个千座海陆风力机 阳光屋顶百万座 一百万间屋顶阳光 然后再用风力发电 这样子能够提高替代能源的使用 也许我们有机会能够早一点完成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谢谢 而且我记得马总统刚上任的时候 曾经有说要减少推动节能 可是这三年多四年了 我就不知道马总统的节能在哪里 所以马总统说要推展绿色能源产业 我也真不知道说 如果再给你四年 你会有什么样的动力跟能力来推动 那么我的2025的非核家园 有13年的时间来达成 这13年之内会有很多新的再生能源跟替代能源的新的技术的出现 而新的技术会降低成本 会降低我们使用的效益 所以2025年的非核家园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计划 核能核电其实不是很便宜的 就像马总统常常讲的 它是一个便宜的发电的方法 其实核能核电其实是很贵的 姑且不论它的灾害 它的前端跟后端的这些安置这些废核料的成本 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国家现在是花很多钱在补贴核电 而不是因为核电是便宜的 那么事实上 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电力的配置 我们的产业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这种调整 我们把这个高耗能的产业移出以后 我们电量是够的 我们的电价也不一定要大幅的调涨 尤其是我们如果采取适当的差别电价的话 更能够符合我们的环保政策跟绿能政策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很明确地说 基本的民生用电不宜于做任何重大的调整 以保护我们真正民生的基本需求 但是我们整体的这些电价和水价 确实有些浪费的地方 因此我们也做一些措施 要好好的来做一些节约的一些办法 但是不管他们两位怎么说 重要的是执行力跟协调力 那就是我们现在政府 不管是谈到了这个非核家园也好 替代人员也好 或者是许许多多的这些措施 严格讲起来说得多做得少 特别的是执行力很差 我们看到南部有一些洋水重电的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法律根本是形同虚色 电力公司在排斥 我们对于太阳人的这些做法上面 也没有经过建筑法规的一些调整了 来鼓励我们大家使用这些所谓节能减碳的这些工作 我们想象在未来一定我们的产业必须要改造 那就是必须我们要推动绿人的产业 因为未来全世界对于像这个 它的所谓的干净人员的一些保证 会影响着我们的出口 像这一些整体的这些做法上面 关键在执行力协调力和通过适当的立法 感谢观看